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秋香 油在裡面 這樣它可以 什麼油都可以嗎 沙魚就可以了 直接放進去 不是 你蝦子要丟進鍋子 在裡面嗎 有兩分鐘 其實兩分鐘 我們就可以開開稍微看一下 你再大概 真的嗎 你確定不會爆炸嗎 不會… 它是無水封掉 隨時都可以看一下 真的嗎 因為蝦子水分滿多的 所以你可以稍微把它這樣攪拌一下 好好看 好不好吃 好燙喔 很方便 這關那晚 歡迎你再次轉席收看 我們姊妹掏心話 今天要做的這一集 哎唷 這麼妖怪 這個晚上10點鐘 都要討論這個 吸引大家 根據網路人力銀行的調查 這上班族最喜歡的冬季活動 是吃火鍋 太好了 取暖 沒錯 那冬季料理呢 根據這個排行榜 有將近50%喜歡薑母鴨 然後另外還有像是羊肉爐啊 麻油雞啊 麻辣鍋 藥燉排骨等 其實中國人就是四季 他們都會想要當令的 有一些這個補湯啦 然後食補 這是滿好 所以在我們右手邊的四大模式 厲害啊 這剛剛我問艾瑋哥 我就這樣大概看了一下 我想說榮榮姐應該很厲害嘛 對不對 那蔣偉文的資歷只有做三年 但是已經非常的俐落了 聽香港的少爵士 是一定要看妳的節目 沒有啊 點名 謝謝啦 對 說她很厲害 所以維琳姐是 單純賺通告費嗎 不是啊 不是 她很厲害 聽說妳贏得料理比賽第一名喔 然後這個獎品是什麼 哇塞 就是60萬的廚具 哇塞 其實就是大家現在常常在 有時候在電視上 看到我們家南港的那個廚房啊 欸妳沒有理名大賽 可以拿60萬啊 這麼厲害啊 妳幹嘛講一下理名 因為我們不是只有一場比賽 我們比賽了五場 最後 對 她聽說她家吃飯真的是有菜單 然後老公翻著點菜 我今天有帶來喔 就是這也是 我那時候十年前會做菜的時候 我在做十年啦 十年之力 對 十年的之力 然後那時候 裡面大概有什麼菜 家常小炒雞 就有帶十六道吃 對 貴妃雞 什麼茄枝雞 香蕉雞腿 然後豬 海鮮 你看 好多喔 妳老公是特別喜歡吃豬是不是 青菜 他比較喜歡吃豬 像妳會發現我就沒有什麼魚的料 因為我老公不吃魚 我愛吃魚 然後後面湯都有這麼多選擇 還有 各式炒飯炒麵 手工水餃麵條 滷肉飯炒米粉喝醇 因為我以前連水餃啊 下面是套餐是不是 我水餃的皮自己擀的 然後我會做那個牛肉刀削 手工刀削麵條 很厲害耶 然後家裡那個就是廚房有一個 小冰箱是可以拿小菜嘛 有黃瓜 是嗎 因為我們就是有一次 就是老公就是去吃牛肉麵嘛 他就覺得很好吃 他就跟我說老婆妳一定可以 然後就說我不會弄牛肉麵 結果他就真的很認真去問老闆 老闆就跟他說這個要先用牛骨 然後熬它 對 都問好讓妳煮 然後他就跟我熬幾個小時 然後他就知道 我那一次熬的真的快要20個小時 然後他有沒有說老婆我會 先用牛骨熬出那個骨髓 再跟牛肉一起熬 那他有沒有說老婆 我會為妳的牛肉麵祷告 然後他就 對 然後他就說老婆妳這湯頭熬得這麼好 妳那個麵要不要也用熟 熟 熟 好 熟 應該這樣睡我才會的 所以他越吃越挑耶對不對 對 然後我們那種個性就是 你知道就是有點 就是人家一講 我們就是受不了 一定要做到 那你們可不可以再多一夜 就是我們去你們家 比如說有 八 八盒菜啊 八人的菜 喔 湯餐 八人的和菜 就點點點點 比較划算 對啊 五菜一湯 六菜一湯 加甜點這樣 我覺得女生賢慧 大家覺得好像是天經地 但是艾瑋哥你說你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學做菜啊 你是包裝的 包裝的 包裝 為什麼呢 對啊 就是因為媽媽要打麻將嘛 不是 媽媽都會打麻將 怎麼啊 那是你到底是個故事 欸 你們幹嘛 你回到那裡獻上麻將 然後就訓練獨立的兒子 因為媽媽要打麻將 你回家沒東西吃啊 老吃外面的 媽媽就是你到下口家麵店 反正月節 老吃也不是辦法 就自己操操看 就剛開始你是做麵 因為麵是做麵 做個湯 煮碗麵 然後慢慢生的 所以都是不同的生活經歷 造就大家的才藝喔 不過就你們來說 你們已經是美食家的等級喔 有看到什麼樣的招牌 你會忍不住想要進去試嗎 或是什麼類型的菜 如果這樣 如果他如果寫什麼 古早味 遵循古法 這個我就沒有辦法 只要遵循古法 我就想要嘗嘗看這樣 那你吃得出來它是古法嗎 我也不知道 可是好不好吃它重要 然後如果寫什麼 不好吃退錢 這種我就不想吃這樣 那還有 那還有一個不會退啊 那你做了那個遵循古法的 你會去自己研究它是怎麼做出來的 結果我去進去吃 吃就覺得好吃 到底是什麼古法做出來 這麼好吃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古法 感覺就好像熬煮很久 就覺得好像真材實料 也是 感覺是很久沒有人吃 所以成像 我法相 三層是冰 冰很久而已 沒有人來了 是 那王姐姐 像你這麼會做菜了 你去看到哪一類餐廳 你會覺得還是很吸引 其實我吃得還蠻廣的 我是看 就像我今天 我今天如果要約朋友了 我不是為了說 我今天想跟你見面 我們去想個餐廳 是我自己在家想想 哎呀我今天好想吃 哪家的火鍋 找誰 找艾薇好了 我是這樣子的 先想想自己 今天今天的胃口想吃什麼 我趕快約朋友去吃 那你最推薦哪幾家火鍋呢 火鍋啊 我其實到現在 我還最愛吃的 就是那個最老的 那個原香沙茶 哦沙茶 因為它的肉 它的品質很好 而且它那個湯 真的是就是白水 它就是白水 你蒜肉 最後就是所有蒜的東西 的那個精華 我還是愛吃它的 那艾薇大哥 你愛吃的是 我跟王姐一樣 吃得比較廣 那我個人對於一些 牛的東西 我比較 你有吃過牛鞭嗎 那沒有 就全都吃了 只有鞭沒吃過 為什麼 反正我只吃肉 它有那個全牛大餐嘛 我只吃肉 哦 器官其實我吃的也不多 器官其實我吃的也不多 好像其實破著你也 那艾薇哥 你如果吃到不好吃了 你會大肆的批評嗎 我不會 我吃一口就走了 我就結帳了 就直接走了 那更難看 那老闆會說 哎呀為什麼沒有吃完咧 那我就說我吃飽了 哦 我比較挑哦 有東西我不好吃的 我真的吃一口 我就結帳那時候 受不了 所以不會當面 給人家難看 那可以請他到你家吃飯 可以 真的哦 那不會當面給你難看 誰在那邊吃 誰在那邊吃 誰在我們拍戲的便當盒 我一定要看 對耶 不好我就不吃了 那如果說這家店 真的不好吃 可是要你們簽名 對啊 小瑋瑋有沒有 推薦什麼的 我沒有遇到不好吃 要簽名 可是我以前就常常辦 當然先簽個名 那有一次正好去一家新的店 去買個東西吃 然後我才買 那個老闆說 小瑋瑋幫我簽個名 因為現在你這麼做美食幹嘛 我突然覺得 我不知道那些 馬跟金不對 我說待會吃完 好吃馬上幫你簽名這樣子 然後他說好 沒問題 老闆就轉身 我就一吃一口 哇靠真難吃 你知道嗎 怎麼這麼難吃 然後老闆還沒轉 我就趕他跑掉了 你知道嗎 結帳了 我就結帳了結帳了結帳 我就撩出門 我想說好險剛剛沒簽名 因為有時候真的是太難吃了 怎麼會做這麼難吃呢 就想說剛簽名 就想過意不去 家說你下次簽了名 會不會打個問號 哈哈哈哈 請大家去隱藏版 如果後面有問號 就是大家覺得怪怪 就是浩角小姐藏杯嘛 他說因為吃了不好吃 可是都已經拍了 對 然後後來有一次在火候站 就背個阿嬤叫到旁邊 你 你呢 來 來 哈哈哈哈 你很難吃 你呢 他在看數落他們 他說沒辦法 因為鏡頭也在拍 然後商家都聯絡好了 對不對 所以今天這個四大廚神 沒錯 要來跟我們介紹 推薦一下冬季好吃的美食 艾瑋哥先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暖呼呼冬季料理大推薦 艾瑋大哥所要推薦的是 開了二十年老店的炭烤羊肉爐 二十年老店 老闆採用傳統方式 以數十種天然中藥材 和精神兩年左右台灣山羊肉 慢火熬煮六小時 再加上老闆獨門秘方 所調配的湯頭 完全不添加人工香料 湯頭清新 回甘 不燥熱 羊肉鮮嫩又嚼勁 其愛羊肉爐的老饕們 可絕對不能錯過喔 我們可不可以問一下 那些秋香老師 是比如說冬天 大家說一定什麼喝羊肉會補 是每一個體質都適合嗎 其實要看它羊肉裡面 添加的東西 對… 比如說你那個羊肉存的就是 羊肉可能跟豆腐乳 跟一些可能一些香料 那就還OK 可是現在台灣很多人 就是羊肉爐裡面添加很多中藥 如果那個中藥又太燥的話 太上火的話 因為羊肉本身就非常的溫補了 那如果碰到你剛好感冒 剛好沒有聲音了 剛好喉嚨痛了 就是你今天不能吃 對 就是你今天不能吃 好 那不然就是說 你的這個羊肉裡面 要加比較大量的一個蔬菜 可能我加了大白菜 那就可以製衡它的一個 一個燥熱的一個屬性 所以羊肉對那個冬天怕冷 是非常棒的 好 你們要慢慢吃喔 欸 你不吃嗎 慢慢吃 怎麼樣 大家報告一下 大會報告 我剛剛還沒吃這個羊肉 這個湯一喝下去就覺得很鹹甜 看起來很多這個泡沫的油上面 可是喝起來不會覺得嚴厲 這個蠻厲害的 怎麼樣 阿伯 我說你可以喝嗎 好好喝喔 一般的中藥的湯 你看起來會覺得 怕它味道很重 無人不能夠接受 然後我覺得它會很稠 很濃的 中藥的很重 它這個比較清爽 它這個喝起來非常清爽 真好 因為榮姐剛剛說那個艾瑋 哇 很知道門道 把一個帶皮的羊肉給你吃 我跟你講我今天去吃羊肉 我特別讓它切一盤 光切那個皮給我吃 哇 吃 難怪你皮膚好 剛剛切得像那個小菜一樣 以皮補皮對不對 其實這個羊肉 如果沒有很讚的羊肉 它不敢煮這麼清淡的味道 它也只有那個腥味 對 它只有加一點點鹽而已 對 它的這個 其實它只有加一些香料而已 它沒有加到很重的 比如說像一些丁香草果之類的 它可以加當歸川雄 這個湯 其實它偷放的都是米酒 是 是米酒 它沒有白水的 而且還聽不加什麼那種調味料 對 就是米酒 就是米酒跟中藥燉 燉六個小時對不對 對 所以如果加香料很多的話 是不是就是它 那這個感覺如果做月子的女生 會不會也很好 整個 我們外面在賣 有的是整鍋是烏七媽黑的 你幾乎看不到那個肉 那個就是像我們的潘懷中博士 就常常在提醒 如果你看那個肉很黑的話 你就稍微的打一個問號 因為它的肉質到底是好是壞 我們看不出來 所以還是有一點紅色是嗎 對 其實好的肉就是讓你 就是帶皮 然後有的會帶骨 然後看得到很清楚的一個樣子 那如果是烏七媽黑的 有的是連骨頭 但是那個骨頭 你幾乎混不出來 是羊骨還是其他肉的骨頭 是 那羊肉就是要越嫩的羊越好吃 所以為什麼會說要吃小羔羊 老羊的話就腎味會比較重一點 然後小羔羊 老偷推薦私房好料理 美味指數破表啦 用生米去熬成粥的 然後那個湯 不過有有聯名卡 軟酷酷冬季料理大推薦 今天蓉蓉姐所要推薦的 可是連美國總統都愛的 北平菜館喔 內餡飽滿的塔鏈火燒 加上金黃酥脆的外皮 一口咬下去 嗯 可真是有大大的飽足感呢 再加上配了五虎 五仁 及松子果仁的養生紅豆粥 看起來是不是非常的美味呢 絕對會讓你的健康滿分喔 大鍋貼 榮姐推薦這都是抗戰時期 不要吃的東西 吃辣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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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吃一個就飽了 對啊 北方人東西真的是這樣喔 你說它熱的好吃 餃子啊 鍋貼 然後冷了也好吃 然後你那個不煮了 你用煎的也好吃 好香喔 我在研發餃子的時候 美中就特別講一句話 涼的時候你自己要吃吃看 真的餃子好吃啊 熱的時候也要吃好吃 涼的時候吃好吃 那才是真的好吃的 沒有吃過鍋貼的料這麼豐富的 沒有吃過鍋貼 感覺像抽雪茄一樣 長大一個 那後面這邊這個配料是要感覺 這個就是它的紅豆粥啊 冬天吃粥是很養人的 像這個小米粥 其實就是一個 非常好見譜脾味的 所以男生吃也很好嗎 也很好啊 都可以都可以吃 因為它裡面有松子 有那個蘭瓜子 你看對男性朋友都非常棒 吃種鹹 種甜 種甜 因為紅糖不會很甜啊 那不會很甜 所以可以多吃啊 你加看看 所以紅糖多吃是怎麼樣比較好 要補血 補血 紅糖其實好好吃喔 好的紅糖 有非常多的維生素在裡面 還有礦物資 所以我個人非常推薦就是 像刺砍紅糖啦 沖繩紅糖是不是 它是真正的好的紅糖 是對身體非常好的 所以這種是真的是 冬天吃比較好嗎 對不對 對 因為在秋冬的時候啊 你吃的那個像一些粥品 在中醫裡面就是說 粥的米精汁器 是最快到達你需要的地方 那比如說我們秋冬會比較怕冷 那我吃的粥 我早上起來我吃一碗粥 總比你吃那個西式早餐好很多 喔 對 但是堅果類對攝護器很不錯 對 就是南瓜籽 那像松子就是養顏美容 攝護器 攝護器 我有安保 保護松子的方法就是 堅果類啊 吃番茄啦 還有多多的黑熊 對像松子也是 古代的養生鞋家在吃的啊 就是吃松子會長生不老 長生不老 對 他們講認為松子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好的油脂嘛 然後會讓你的肌膚什麼都很漂亮 一定常吃喔 哇 幾年其實 不會很常吃 但是一個月大概有吃個大概十天左右吧 哇 就是因為你會炒起來放到那邊啊 然後像那個紅糖 我現在喝咖啡都是用好的紅糖來泡咖啡 我連煮酒娘湯圓蛋都加紅糖 對 其實紅燒肉你加好 你加了紅糖你的紅燒肉非常好吃 你加了紅糖下去 你的紅燒肉會比沒有加更好吃 紅燒肉加紅糖 超好吃 超好吃 暖呼呼冬季料理大推薦 陳維林所要推薦的就是砂鍋煙鮮湯 她使用了大骨與金華鍋腿細火熬煮 再加上竹筍 青江菜與瘦肉 顯得更加美味 品嘗一口 滴滴精華都濃縮在裡頭 真是令人回味無窮呢 它是用加香肉的那個鹹肉嘛 然後先熬這個湯熬了四五個小時之後 然後再加那個 你所有是精華火腿嗎 那些五花肉 你所有是精華火腿嗎 就是有點類似那樣的 但是不一樣 鹹肉 是鹹肉 對 然後熬了四五個小時 它再加上那個生的那個五花肉 生的五花肉 對 是再加生的 然後還有那個冬筍跟那個白眼 所以它的鹹味都是來自於那個鹹肉 是不是 你說它的 有有有 其實它主要的鹹味 還是都是來自於它的那個鹹肉 對 蓉蓉姐 我們家有時候找那個 精華火腿燉湯嘛 其實都沒有在放液 可是它這個很特別喔 它是用花雕酒 那個越熬越鹹 對 怎麼辦 又喝到後來越太鹹 你熬到一半 你真的骨頭就要拿出來 你說那塊肉要拿出來 那塊肉要拿出來 謝謝 你那個肉拿出來 你下一次你這料沒有吃完 我要加湯的時候 你再把那塊肉丟進去 然後再熬那個湯頭一樣很鮮 如果真的好的那個精華火腿 熬出來那個湯頭鮮到不得了 因為我們剛開始燉好了以後 喝是剛好的 所以就在裡面一直加 一直加 越來越鹹 結果越來越鹹 所以那個要拿出來 那個沒有肉的那塊骨頭 還有那個豆腐結啊 這是老外省的東西 味道很棒 然後它是用花雕酒來提 然後再 像那個豆腐結 它如果是有那種豆腐皮 一片一片這樣長方形 像小塊沙龍巴斯有沒有 我們家以前吃法 就是自己做個豆瓣肉醬 然後用那個這樣 用筷子這麼一夾 把它包住這樣吃 就是老外省的吃法 暖呼呼冬季料理大推薦 蔣偉文所要推薦的就是 潮粥砂鍋蟹糕粥 這可是使用了各式的生米 與內含22種藥材的中藥包 熬煮5到6小時 米粒完全煮成粥汁 再配上新鮮食材 和送絲米二次熬煮 完整保留有Q度的米粒 和濃郁湯汁 最後放進一整支鮮蟹 加上美味的蟹糕 看起來是不是非常的美味呢 這道料理最適合秋冬來一晚 不僅能夠溫暖你的胃 也能補足你身體的元氣喔 看完了這個介紹 你是不是已經忍不住 想要趕緊也來嘗嘗看呢 但男生比較燥熱 所以冬天所謂冬應進補 你也不要吃那麼燥熱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用這種所謂涼補 就是螃蟹屬於比較涼性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在秋冬的時候吃 然後這裡面就是那種生米 去熬成粥的 然後那個湯頭是用中藥材 去跟這個米一起熬起來 然後加那個螃蟹的蟹糕在這裡面 所以煮的時候 那米裡面都有那個海鮮的鮮味 所以熱的時候吃 那個粥又好吃又綿密 然後那個蟹的糕又好甜 所以反而應該是生米去熬 對 而不是用煮好的飯去弄 對... 可是這個在家裡做麻煩 因為你要一直顧著它 就怕說這個... 對... 但這要吃熱的會鮮 米粒好Q喔 因為它是慢慢熬的 提一般的粥會有點爛 對 所以我覺得冬天尤其男生 如果比較燥熱體質 是可以用那種 比較涼度的方式 不過其實我們剛剛講到 什麼麻油雞這些東西 大家會以為坐月子吃 其實沒有 沒有要吃那麼多 我的意思是 我那種坐月子 我們有一個就是月薄 他來幫我煮 我就一直問他 我說 怎麼我到現在還沒吃到麻油雞 我還要燒酒雞 我就一直他說 等一下 他說前面一個禮拜 你不要給我燒 對... 到第十天才來幫我煮一次 對...沒錯... 正確的 因為你會有傷口嘛 那你那個傷口下去的話 就是那些酒下去 跟麻油下去的話 那傷口就比較不容易易喝 而且真的就會你知道嗎 因為剛生完火氣也大 睡不飽 對... 對... 那個真的是孕婦不要瞎在那邊 想說每一餐都要吃 那個真的受不了 太大了 像我自己做葉子的時候 我哈不浪噹整個夾起來 吃不到三隻麻油雞 對...一個月 對... 不過接下來呢 這幾位高手 就要來獻上他們的私房菜 到底這四位美食界的老饕 又有什麼樣的私房料理呢 就讓我們一起來瞧一瞧吧 好... 首先艾瑋哥 你要... 我介紹的是最簡單 幾乎我一年四季都吃的東西 一年四季都吃 是 我冬天就是很簡單的 銀耳藝人紅棗狗子做的 你再說一次 紅什麼 紅棗 為什麼 我最近對紅棗有點敏感 真的嗎 為什麼 不要再講那兩個字了 紅棗 然後這個我一般冬天 夏天的時候呢 我又吃冰的 不要給我紅棗 你要兩顆紅棗 我自己有一大袋 我夠了... 這個就是... 冬天吃熱的 夏天吃冰的 我幾乎都是我一年四季必吃的東西 這個... 這個其實... 這可以補很多 膠質也可以 它有植物性的膠... 膠有一個蛋白質 對... 現在秋冬季節 這個白木我就是入肺的 如果說像那個桃子 剛好感冒還沒好 這個喉嚨會有點沙啞 其實多吃這個白木我非常棒 對... 謝謝 謝謝 你真的是除神耶 是嗎 好好喝 你給阿中司喝看看 對...很好喝 阿中司你喝的覺得怎麼樣 這邊有 他的手藝 對...這裡 其實它這個真的 那個白木我很多人不會煮 這白木我真的要煮到這樣子 你看Q彈有一點... 坎西 好像燕窩 很像燕窩 阿中司說像燕窩 阿中司在煮這個時候 有沒有什麼訣竅 因為像我自己曾經去泡水嘛 嗯... 就發太大一撲了 然後我就看人家我就... 然後我就隨便用菜刀剁了幾刀 兩朵就夠了 對... 我發那麼大一撲 然後煮了一鍋全部屌燃的 然後我撐個小燕小燕小燕 媽...我不要吃這個 就...賣相也不佳 然後一坨爛爛爛這樣 我不加它那麼多東西 我就是... 就是那樣煮 我用電鍋把它蒸 先煮開了然後跟電鍋蒸 蒸的也是濃濃的 我就用果汁機打碎 對... 然後就真的跟燕窩一樣 加紅糖 就這樣子打碎 對...打碎 早餐就跟燕窩一樣 對... 就加紅糖 對... 好好吃 各位專家有沒有一個時間的控制 因為... 有些人怕煮太爛 對... 它這個還有脆脆 對... 這個木耳我是用手把它剝掉 那個梗的地方 因為它的一坨 其實也蠻好吃的 不要煮得更久才會入口即化 大概煮的時候呢 滾了以後就開最小的火 慢慢燉 煮跟燉這個大概也燉了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 慢燉再四個小時 一人跟白木耳其燉 但我的那個紅棗跟枸杞 我是最後十分鐘在放 因為我喜歡吃紅棗那個甜甜的味道 我不喜歡紅棗吃到最後被煮 那個味道都在水裡面 所以我的紅棗 你吃起來是原味味道很重 很甜美 在燉的時候放著就好 還是要一直去... 小火不用 因為你很小的火 剛才說最小最小的火 你看隔一個小時去看看水 是不是要再添一點 因為它慢慢水會煎發 所以桃子我就跟妳講 我就是教懶人做法 你也是要先在瓦斯爐上煮開 它那個水的濾氣才會跑掉 然後你就擱電鍋蒸 蒸...你放兩杯水蒸熟了 你去吃吃看 你如果覺得還不夠軟 再加一杯水 最簡單嘛也不要攤著 對 兩小時 可是那個白木耳你泡的方式 泡的方式也會決定你未來煮的時間 比如說我可能大家很緊張 就是說我趕快就用那個熱開水去泡 那你熱開水泡 它一下子就張開了 可是你煮的時間要多兩倍 可是我用冷水去泡它泡開了 我去煮的時間就只有省一半的時間 泡的水要經常的換 還要經常換 因為你在泡還要汆燙過 其實這些白木耳 因為它是... 那他們基本上都有放一些定射劑 所以我的做法是用大量的水 把它泡開了以後呢 我再煮一鍋水把它汆燙了以後 我再真的煮的 因為你會連那個湯一起吃 很多它會在做加工的時候 會燻那個二氧化硫 他剛剛講的 那變白變定射 然後保鮮 就要好幾道先把它煮掉 一直換 買的時候都買那個比較黃的 對 煮這樣甜甜 早上啊就是很多人就是 給小孩吃早餐的話 其實有一碗這個不錯 很好耶 尤其東天到了 一年四季我都吃 真好 謝謝謝謝 太好吃了 謝謝艾薇哥 謝謝 接下來是我們的美鳳姐 冬天要補什麼呢 大家就曉得了 眷村媽媽了 這就是眷村媽媽煮的 又簡單營養又豐富 什麼 哇 這什麼 好大飯 黃豆芽 番茄排骨湯 這個好 黃豆芽 番茄排骨湯 這個呢當年呢 在眷村 我媽他們煮的時候 都買那個龍骨 最便宜的嘛 現在呢我們可以買這個小排骨 然後割黃豆芽 割番茄 然後我跟你講 冬天最怕什麼 最怕去洗菜 是 這黃豆芽你用那個 搗搗就好 哇 你連這個細節都注意到了 現在排骨汆燙的時候 就把兩個整個番茄割下去燙皮 然後出來呢 蔥掉那個番茄切碎半 番茄呢這個時候呢 這樣吃也沒什麼味道了 你拿出來呢 可以去炒肉末 變成義大利的那個肉醬 我跟你講 這就眷村媽媽 真的很厲害耶 我跟你講 喝湯 然後黃豆芽撈出來涼拌 是 你就一排涼拌菜 一個排骨湯 這又有蛋白質 又有大豆芋黃銅 又有茄紅素 對 又便宜 是 以榮文姐的個性 吃完番茄拿出來再炒個蛋 又是番茄蛋 我說他番茄拿出來炒肉醬 義大利麵 哇塞 這更厲害 義大利麵就好了 而且人家發現義大利人吃番茄 主要吃番茄是要煮過的 而且要用油把它那個 對 他的茄紅素才會出來 是 那其實這一道菜 像那個 一些中醫也很推薦 就是在 這個秋冬季節吃這些豆芽菜 因為豆芽菜 其實它是甘枝菜 我們在秋冬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大部分都春天在吃豆芽 其實秋冬的時候 你如果很怕冷的人 你可能吃一些豆芽菜會好一點 那你的陽氣生花 怕冷可以吃豆芽菜 是 不過就是在選擇豆芽 是要注意一下 因為有現在很多市場上 有一些豆芽就是所謂人家說 有加點漂白 漂白 而且加一些讓它快速的長的 所以太白的不要 不過我現在家什麼都省 就是水不省 我洗豆芽都是開豆流 讓它流 請問這個口味阿中師覺得 對 因為一般的番茄 它是一個健康的一個蔬果 那番茄到底是蔬果還是蔬菜 好像都是兩樣都是 但是它是酸性的 那吃下去變成一個對我們養生 真的很好 接下來是維林 對 維林的來 鹹味的火辣人妻 我帶來的就是炒 快炒的 快炒內的 是剛剛第一頁還第二頁點的 焦麻牛肉 焦麻 其實它這又可以做很多 也可以焦麻雞 就是有很多種的方式 通常冬天大家當然就喜歡 牛肉補血 其實平常夏天我通常就不會做焦的 不用那麼麻 就是辣而已 可是因為天冷 就想要麻麻辣辣的 吃起來我覺得就是 人還滿暖和的 而且還滿下飯的 秋香老師覺得 這個所謂的焦麻這種東西 就一般吃辣適應的可以 那如果真的它不吃辣的 還是不要試試嗎 因為如果說你是對那個辣敏感的 或者是你有花言的現象 比如說我現在喉嚨痛 那可能焦麻就不適合 那維廷這邊它會讓這個焦麻的味道 更加分 它有放了這個是香菜對不對 對 香菜梗 這個香菜梗是一個非常好的食材 比較清爽 就是油膩的東西加一點 它有香味 但是如果說我們在吃 像冬天會吃蘿蔔 蘿蔔很多人怕它那個性太良 所以就加了香菜下去 它就製衡到它那個蘿蔔的一個寒性 那如果我們知道這個食材的屬性是寒 我們是不是只要一律加薑進去煮 就會去掉寒性嗎 大部分是薑就會平衡到它的一個寒性 那像蘿蔔你生吃的話 它就非常寒涼 可是我如果是把它涼拌 把它煮過了以後 它的屬性就改了 了解 像年藕也是一樣 年藕 年藕要加什麼才會去掉它的那個 年藕的話一般都是用薑末 用薑末來炒也很好吃 芹菜薑末 了解 不過今天阿中司還要推薦一個 這個 對 牢鴨寶 牢鴨寶 對 那今天我當 我就用這個牢鴨寶 因為 比較體貼大家 就是我就用鴨胸肉 對 那一般來說 我們冰時 現在冬天要補 其實冰時也要補 像我們那個 李孩子 要長大 男生一樣 長大人 對 長大人要喝鴨湯 對 我們薯末 加這個 素菌 就是叫做 鴨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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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紅燈 這是長大人很好 的一個補片 通常都是老闆 或是鴨燈 那男生在補 的時候就要攝殘 加這個 這個叫高棧塔的頭 乾的 那本我們叫阿角 阿角知道嗎 阿角就是 公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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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一般年輕人 一般長大人 差不多十二三歲 對 十一歲有人就開始 然後 要燙 回家 不然長大 為什麼好像都是 太平空子 有時候就是 對 鴨還可以長胸啊 其實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他的營養夠的話 那鴨肉是知音的 其實你孩子吃鴨 其實是蠻不錯的 就像我們女生 就是在晚上的時候 我吃雞蛋 因為雞蛋也是吃 為什麼我們叫雞蛋白 叫雞子白 就是其實它是一個 你孩子吃蠻好的東西 那鴨肉呢 因為在秋冬的時候知音 它反而不會像羊肉 那麼的燥 那麼的上火 是喔 我每次去北京 幾乎都會喝到他們 什麼老鴨寶 對 北京那種 對 其實那個 沒有注意過 那個鴨 因為真的要老鴨的功力 會比較夠 對 對 為什麼有人說鴨鵝都很毒 盡量少吃 其實沒有這麼一回事 沒有這麼 對 我們有一些 中醫界的朋友 都在替他們平緩 其實沒有 沒有 好 不過今天呢 這個賈友文 你要現場 對 現場操作一下 讓大家了解 對 因為我最近就是 我老婆常在家裡 等著吃我做的好料給她吃 所以我常常想一下方法 可以這個快速簡單做的給她吃 快速變很多出來是不是 對 明明她這個 沒有吃到東西 好 那給你限時八分鐘兩到 來 媽媽的好幫手 美味料理輕鬆做 這廚房叫做多簡單 妳妳都會做 真的喔 他們妳要做什麼 加胡椒 油在裡面 這樣它可以沾 什麼油都可以嗎 沙油就可以了 直接放進去 不是 你蝦條丟裡 不會這樣 還有兩分鐘 其實兩分鐘 我們就可以開開稍微看一下 真的嗎 你確定不會爆炸嗎 不會 所以空點隨時都可以 好 蔣偉文的快速好料理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她所推薦的好幫手吧 今天 蔣偉文所推薦的 智慧萬用鍋 只要用手指按一按 蒸煮燉煮 燉煮燉 樣樣都難不倒她 二十分鐘美味雞湯馬上完成 而且還有安裝兒童安全鎖 來確保小孩的安全喔 好 請故事傳蔣偉文 現在八分鐘兩道菜 而且就要用兩個鍋子透視 因為我其實帶了一個我自己的鍋子來 可是這邊也有一樣 它這個是智慧萬用鍋啦 所以說大家都覺得 電子鍋是來煮飯 煲湯嘛 大不了還可以來蒸一些饅頭 但是它這鍋子好吃 它可以烤排骨煎魚 它還可以烤蝦子 這麼多鍋 它有很多功能在裡面 特地烤 快鍋 壓力鍋 燜燒鍋都有 對 就很多人就買一大的鍋子 家裡廚房沒地方板了 所以它叫萬夢鍋 對 所以你一鍋就底下好像多鍋了 變形金剛就對了 沒錯 這樣你空間就省下來了 我們先做第一道 做那個胡椒蝦好了 胡椒蝦可以這樣做 胡椒蝦直接用這鍋也做就好 而且很多人就是鍋子拿起來 炒半天不用 直接放下去就好了 這胡椒蝦要多簡單 連你都會做 真的喔 阿本你也做好了 阿本 阿本 然後我放鹽巴裡 你要這樣 我放胡椒 胡椒 胡椒蝦 先加胡椒 要加多少 越多越胡椒蝦嘛 胡椒蝦就要多一點嘛 好 要把這個白色的 鹽巴 把胡椒跟黑胡椒加在裡面 然後呢 我們這樣子呢 我們一點點油在裡面 這樣它可以 油 什麼油都可以嗎 沙拉油就可以了 沙拉油 然後就這樣動一動 需要酒嗎 你動的時候 其實不需要 蝦子夠辛辛就不需要 動一動 你這樣在幹嘛 搖一搖啊 對 你搖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 讓它跳起來沒關係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這樣還有沙拉油嗎 你老婆通常在旁邊拍手嗎 沒有 我老婆是拍手叫我把菜做好 拍兩次才叫做好 他是拍桌啦 對 稍微這樣把胡椒和鹽這樣擺一擺 然後放點油就可以了 就這樣 這就可以了 不用加水 你就幫我拿著 然後這個這裡面呢 通常我是不加油 但是有油的話 這蝦殼會特別香 所以這裡面你加一點點油 一點點 也不多 也不多 太多的話你就稍微用這個抹一下 重點是讓它這個鍋子都有這個油 有的香氣 好 這樣就可以了 直接放進去 直接放進去 不是 你蝦子要丟 你鍋子不要放進去 碗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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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完成了 這個料理這樣就OK了 好簡單哦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也太簡單了吧 這個我真的會耶 這樣就會了嘛 然後呢 我為什麼這樣動它 因為最主要是蝦子 你要切它鍋面 它那個才會香 是 把它放上去 它這邊有一個那個無水烹調 放進去 你就按這個 你這邊要按無水烹調 第一個是烤台股嘛 第二個是什麼 烤雞 它也可以烤雞 第三個是什麼 烤魚 它時間到設定好的 焗烤食酥 焗烤蔬菜也可以放進去 然後再來什麼 烤蟹 烤螃蟹可以 最後一個就是我們烤蝦 就放進去 烤蝦 對 所以這樣就可以 然後就開始烹調 如果你不理它 它就開始作業了 它連時間都不用設定 不用 它裡面有17道料理 可是它有沒有分 就是說烤八隻蝦 跟十五隻蝦 分量不一樣的時候 你烤越多蝦 它這裡面的溫度 當然會你食材越多的話 可能上面蝦殼不會那麼脆 可是下面會很脆 智慧型 好厲害喔 它智慧型的好處是 它這個無水烹調 我們都沒有加點水 我們加點油而已 它就悶在裡面 用這個連蒸待烤的方法 所以你蝦殼吃起來又脆 然後又很鮮甜 感覺是智慧型的 變形金剛 這個好處是什麼 你知道嗎 所以你要坐在那邊 你放在那邊 你現在可以逛街了 你爐上沒火嘛 是不是很安全 對 然後你還預約時間 譬如說我早上起來 我要去上通告 我老婆中午起來 想要喝湯 那我總不能放個湯在那邊燉吧 燉了我出門 誰在管的火 所以我就把它放到這裡面去 設定好時間 我就出門了 OK 設定好便宜 對 然後中午的時候 他滴滴滴叫我老婆起來 你看有劑湯可以喝了 對 下一代他們會出就是說 他自己還會打開鍋蓋 然後沉 然後端去給你 他噴射飛起來這樣子 剛我們示範是他無水空調 就是我剛看有烤排骨 煎魚有沒有 還有烤螃蟹 對 然後我們做胡椒蝦 這邊我們來燉雞湯好了 也可以有水 對 因為我們今天喝了很多 冬陵進補的東西 對 沒錯 我自己本身在冬天喜歡喝什麼 我喜歡喝四神雞湯 四神 好 為什麼 因為像羊肉爐 還有那個什麼 加母鴨 還有這種 都比較像溫補類的 是 比較熱一點 然後有所謂的平補 然後所謂的涼補 涼補就螃蟹嘛 平補就像四神湯這種的 它這裡面有藝人啊 有這個芡食啊 這些東西 有簾子啊 然後有山藥啊 正好都不會糟糕 這芙苓 對 就全部丟進去 對 但這個你在用之前 你稍微把它洗一下 稍微把它洗一下 稍微把它洗一下 稍微洗一下就可以了 這好方便喔 這還可以放在這裡 對 它這蓋子特別設計過 你可以整個拆下來 因為它這鍋子 不只煮湯煮飯 你可以做很多其他事情 這個鍋子 因為有時候你要像我 煎螃蟹啊 煎蝦子啊 稍微有點油煙 你整個菜下去洗是不是很方便 所以說它可以讓你整個菜 真的有下廚的人 才知道那鍋蓋真是要人命 而且你做飯 對 你做飯做一半 有敵人進來 你就拿著直接死了 敵人 美國會長 對 美國會長的盾牌 這很方便 我們把這個 一隻雞 你看 因為我們在燉雞湯的時候 最麻煩是有時候 可是像這種電子鍋 要鍋子夠大 你看它口多夠大 夠深 它整隻雞可以放進去 直接放進去就好 那這雞稍微汆燙一下 燙過了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料 也把它放進去 不用切什麼的嗎 你說切它 不用整隻就好了 整隻燉 其實這個 這已經洗過了 那你就整個連水進去 整個連水進去 裡面白白的 它是山藥 山藥 對 它就是油水 剛剛示範是無水 現在是油水 這油水 對 然後呢 我自己喜歡放一點這個白木耳 就是泡好了 對 因為它增加一點膠質 也跟那個韓國糯米雞 有一點像 對 湯就會夠夠 對 因為老婆 通常女生都喜歡吃白木耳類 它有一點天然膠質在裡面 然後我喜歡放一點這個 紅棗 紅棗 剛剛 好明顯喔 神奇的痛處 紅棗 這個其實要加一點酒 米酒會比較好 但是酒你可以現在加 或是起鍋子的加 會特別香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你就把它蓋起來 薑要吧 薑 你可以薑一片 因為薑 我在汆燙的時候就用薑 你好自然喔 不像是忘掉這件事一樣 對啊 因為這個雞啊 我汆燙的時候我就加了薑了 所以它已經有那個香味 不你換一片就好了 那你都不加鹽巴什麼的嗎 最後再調味就好了 最後 對 因為你要知道這個 到底水還剩多少 這個湯的這個濃度啊 然後它 那你要按的是 那我們剛剛是無水烹調 所以要烤東西 現在我們把它放到密封這個地方 密封 它就會有一點壓力給這個 就很快 因為我們煮雞湯通常一個半小時 對不對 一個半小時兩個小時 雞肉尤其整隻啊 會爛 這不需要 20分鐘就可以了 怎麼可能 蜜蜂 然後你這邊有一個這個功能有沒有 直接按下去 它是觸控式的 一個是米飯 煲湯有沒有 這個20分鐘有沒有 直接用煲湯就好了 然後後面還有別的 像這個豆類像那種 豬蹄筋啊 對 或是蓮藕排骨啊 然後這個 像這個糕點類的也可以 煮粥嘛 然後這是蒸東西的 這牛肉羊肉一樣 35分鐘比較久 然後這是像更久的 像雞肉鴨肉 它有15分鐘 所以也可以燉剛剛阿中師講的老鴨湯 可以啊 30分鐘 放進去然後我們就選這個煲湯 然後這邊就是有一個開動 這邊烹調 直接按這個地方 它就開始了 它就開始了 然後你就可以出門去週年慶了 對 一定要啊 你原本待家裡一直顧它幹嘛 對不對 所以省空間 然後他就智慧型 他自己知道自己要幹什麼 而且你看他到現在手都沒有油膩 對啊 完全沒有 胡椒下還是你做的 對啊 重點是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媽媽在廚房 除了要花很多時間 然後手會弄很多油油髒 清清的 還有那個油煙 可是他用這個呢 其實去燜煮 我有煮過一道素食劑 然後呢 就是像它那個無水烹調 所以它所有那個菜的甜度 都在裡面 然後那個胡蘿蔔會煮到像地瓜 所以我就騙小孩吃下去了 對 因為它那整個那個很香很甜 它會把那個甜味吃起來 軟軟軟軟的這樣 對 就等於是 因為上次我們有幾個媽媽討論說 小孩不吃這個不吃那個 我說那裡就給他煮這種素食劑 全部都吃下去 因為他覺得好甜好好吃 對 像那個花椰菜 南瓜 還有所謂這種根莖類的這種 蔬菜類 它這邊有一個也是要 就是等於說 烘烤食蔬 你放進去你按個鈕 馬上呢 他就用它這個蔬菜 自己的這個水分 把它蒸烤熟 然後拿起來吃 所以也非常香 而且很快 這個是無水烹調 無水烹調不管是烤排骨 烤螃蟹 或者我剛剛做的胡椒蝦 你任何時候都可以開蓋 但這個油水烹調 因為它是要給它一點壓力 所以我們剛剛放在密封這個地方 對 它等於是那種快鍋壓力鍋一樣 這時候它是不能打開來的 所以說等到你要 好了以後 它響了以後 它這邊有一個壓力閥 你把它排氣 就好了 它把裡面壓力排掉就可以了 你看家庭主婦 那種日新月異的科技 因為像我記得小時候媽媽 會用快鍋 全家壓力超大 因為它會 對 那個是不是要弄起來 媽媽 那是不是要爆了 然後 社會新聞又說快鍋爆了 然後你媽 對 很可怕 搞得全家很害怕 對 可是它在沒有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就可以來吃吃看這個 這個我剛剛所做的 張偉文愛妻雞湯 擄獲全場的心 整個雞 你看它裡面 它還可以放那麼多水 而且雞爛料 對 好好喝 這個湯 很大 愛妻四神湯 很大 很大 醬式料理上菜囉 現在就讓我們來品嘗看看 到底有多好吃吧 咖的好奇子過來 因為那有香味 對 好香 蝦的味道可以了嗎 它上面有指示 看幾分鐘 來看一下 還有兩分鐘 其實兩分鐘我們就可以開蓋 稍微看一下裡面 真的嗎 你確定不會爆炸嗎 不會 它是無水蓬的隨時都可以開蓋 好香喔 看一下 好 那蝦的水分滿多的 所以你去稍微把它這樣攪拌一下 真的耶 很思議耶 熟了 已經熟了 如果你想要吃乾一點的 沒有 就讓這個水氣先把它 先把它好掉 對 然後稍微這樣炒它一下 你知道 很快的它就變得比較乾爽 那如果你要這樣吃 也是完全就可以了 那我自己在吃的時候 其實我今天沒帶 會加一點花椒油 有一點麻麻的味道 非常香耶 真的很講究 所以它這個做起來 等於是油爆蝦的一個作法 對 對不對 一般到館子去吃油爆蝦好多錢 是 我自己再加就可以這樣做 謝謝 這一道菜叫什麼你知道嗎 叫什麼 打瓜胡椒蝦 對 其實 沒有啊 他有個那個 是你知道嗎 因為你這男生 你剝蝦別沒關係 是喔 而且你不管做什麼的那個料理 上面都會有一些醬汁嘛 對 你看待會這樣乾掉 這醬汁那麼黏在上面 可是你只要加點水 用紙擦一下就好了 它是不沾鍋的那個窗子 很乾淨 誰很好喜 加點水 加點麵條 對 加點水加點麵條打個蛋 它就蝦的味道在裡面 對 這個調味都調好了 對 就可以吃了 好吃 好吃 很方便對不對 好 這樣子我們就不用蓋 我們就把它關掉 有一個取消 它就不會一直在發熱 那湯也好了 20分鐘也好了 對 現在的困擾是 家裡面廚房夠大 可以買三個 因為你可以同時吃到 馬上三個 全部都可以一起做 沒有 就四個好不好 我很多鍋 我都把它放到廚櫃裡面了 用它就好了 很方便嘛 一鍋底 十鍋 對 那這個雞湯 我們就把它打開來 放得OK 好 這整隻雞 你看在裡面 它還可以放那麼多水 有沒有 而且雞爛掉了 對啊 爛掉了 你喝喝看 而且那個泡鴨米 就好了 太多 那個紅棗都乾 那個藝人那些 確實都 發得非常好耶 沒有泡 泡水沒有泡很久 對…沒有泡 這完全不用泡水 就直接 你做紅豆湯 綠豆湯 像我剛剛這個四神湯 所有的料都不用泡水 就發… 它這個做紅豆它最厲害 像我用那種 那種有機的大紅豆 通常都要泡水 泡個二十分鐘 這個不需要 放進去 二十分鐘 它整個都爆開來 變紅豆沙灘 因為它很炙熱 它很炙熱 它很熱氣一點都跑掉 都不會跑掉 然後這有點山藥有沒有 我來嘗嘗看 也都沒泡過 好適合同意 都沒泡過 直接放進來就好 那這真的省了很多媽媽的麻煩 謝謝 好 好香喔 這個 我剛剛要加點米酒的上面 我家裡煮這個蓮子 差點加點米酒 我在家裡煮這個蓮子 每次煮出來的硬邦邦 這不會 這不會 很粉的 而且完全沒有泡過水 直接煮就好 再給這個湯取個名字 它的紅棗也都爆炸了 全炸開 愛妻四神湯 哇 我老婆在看這一集 我老婆在看這一集 不知道 這叫賞黑胡椒蝦 那叫白吃四神 我覺得太簡單了 全部都是很簡單 就可以完成的好吃 所以你其實不管你做四神湯 你要做什麼香菇雞湯啦 你要做蓮藕排骨湯啦 你要做任何煲湯類的 像剛剛榮文姐那個 黃豆芽那個排骨 也是一樣放在裡面一下就好了 或是直接就出四神湯也可以 對 羊肉爐也是 滷豬腳燉豬腳都可以 所以它的肉都會 因為這個壓力的關係 會變得很 很容易爛掉 很容易爛掉 所以老婆就是可以 把它放進去之後 就可以化濃妝 老婆一定要放進去 我們要把菜放進去之後 對 而且你就真的放著 然後去看一下電影 就在客廳裡 看一看 然後就可以喝了 最棒的是你還可以 出門去看電影 再回來 因為你在家有開火 你不能出門 這鍋子好處是你不用理它 可以預約嗎 可以預約二十小時 它也保溫 對 太好啦 回家就可以喝了 沒錯 以前我們只有瓦斯爐 在滾湯的時候 涼了又去熱一下 涼了又去熱一下 最後那個湯都混了 對 這就不會 不錯吧 榮姐 很棒 很棒 今天補了這麼多 希望這個可以 好不好 拜託這個愛老婆的現場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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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